刚才呢我在修剪龟背竹 突然想起来给你们拍个视频 有人话说老婆一龟背竹怎么还用修剪 你看这个我刚剪了三个叶子 这样形态会好看一点 这是一盆新的还没有修剪的 它在下面这个小叶子 留着没什么用的 之前我剪的时候有人说 你修剪了之后它不爱长七根 其实你怎么理解呢 它都已经长七根了 你留着它干嘛呀 你看这些小叶子都不是那么精神 而且长得也不好 它影响上面整体的一个发育 那这边也要剪 那这个就是一个白锦了 这一个叶子呢就整体的不新鲜 不精神 直接把它剪了 因为它在长新的 你这个一个是挡阳光 再一个呢它又不提供有氧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这个也是 来到这边这棵呢 把草给它拔一拔 那剪这个东西呢 不是说非得必要性的一个修剪 完全个人的爱好 因为我们这个呢 我是整体的看到它上面长 下面这个又不再长 所以说呢 我想要的是让它静长长 让它长高 这种老叶子呢 我就给它剪掉了 然后呢 我这个后期会长得比较快一点 懂了吧 这个完全看个人 你像这种的 它在下面这种小的 这个就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给它剪掉的 你带的又不好看 还有这种 已经老化的 不行的 这种是必要的 给它剪掉的 能够减轻大量的负担 让它上面 集中精力长新的 明白了吗 包括这边这一枝 你看 其实这个叶子可以剪掉 也可以不剪掉 我就按我自己的想法 我就给它剪掉了 然后让它长新的 这边是相同的道理 有些时候不是说叶子越多 就越值钱 可能现在卖 还是按照叶子的数量去卖的 我要给它长净 你看 这三个叶子就很好看 我要给它长净 像这种 我们去年的 去年的这边有些冻伤 我就给它剪了 因为这个叶子也不好看了 被晒的不好看 那流起来呢 就让它长新叶子 这我就给它剪了 也就是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呢 有一种情况是必要修剪的 再给你拿一个比较容易看的 那这种呢 就是大家一般能买到的了 因为那种都带紧那么比较贵 很多话说找买贵位租 你可以整这种小的 小的呢 又可以分盆 下面这种小叶子 您记得给它剪了就行了 它确确实实是不能带来那核营养 知道吧 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的为什么不开背 这样的那的 都是因为下面的这些个 小叶子在这呆着 它其实是浪费养费的存在 简单的一修剪 你看新长出来的这种 明白了吗 好了 不知道给你叨叨了个啥 关于贵位族的修剪 就大家剪的时候注意点 剪下面的 别剪上面的 因为把头给剪断了 剪断了就不好了 就不说你点关注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在意 白了错不 是老花一 是老花一 是老花一